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 UL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方艳勋的演艺生品 上一集说到1953年,方艳勋自组了新艳阳剧团 邀得明灵、任劍辉、申马思增、麦炳荣等人合作 也邀得著名学者简佑文帮他编写了一个名末的历史剧 《万世流芳张玉桥》 另外邀请了张一帆,帮他编写了《梁竹幸士》这两套剧 其实方艳勋在1950年开始,已经开始接拍电影 即是《零影两棲》 方艳勋除了温婉、延熟的角色之外 是的,也演过不少时装的喜剧 譬如1951年的吴家 1952年的《财来自有方》 1953年的《墨棍》等等 这些都是以喜剧形式来出现 在1953年,方艳勋除了自组了《新艳阳》剧团之外 他是一个相当之有事业心的人 相当之喜欢创业 1953年,他自己又创办了《直立影业公司》 就陆续将他的《戏宝》 例如1957年的《落晨》 1958年的《梁竹幸士》 1959年的《六月说》 等等这些他著名的粵剧剧目 就将他转拍为电影 就搬上《银幕》 他重影近十年 一共主演过超过150部电影 在1958年8月1日 方艳勋就将他名下的一个物业 捐赠了出来 给八和会馆作为这个永久的会址 然后时间就去到1959年的1月 方艳勋就跟杨景王医生结为夫妇 同年方艳勋就宣布《适影》 从此就再没再拍任何的电影 或者粤剧表现了 直至到1987年的10月 1993年 1995年 以及1998年 方艳勋都只是以慈善的名义 参加过几次演出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方艳勋参加过的一些公益活动 方艳勋相当之热冲于参加公益活动 在1984年 他就跟粤剧的爱好者 曾超群女士合作 成立了这个群方慈善基金会 和群方艺舍等两个团体 然后就研究艺舍等两个团体 然后就灌录唱片来到二卖 那二卖 得到的那些款项就用作经费 就是群方慈善基金会 美国纽约分会 特别设计在加利福尼亚州 加利福尼亚路德大学 和纽约披土大学的群方 东亚研究所 和群方奖学金 等等在这些机构里面 就设立了一个奖学金 另外 群方慈善基金会 群方救援信托基金 亦都是根据香港的税务条例 第88条 获得了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 它是一个注册了 可以免缴税的慈善机构 和慈善信托机构 那生效日期 就是1987年7月4日开始 此外 群方念慈护老远 亦都设立于新界的沙田区 照顾一些老人家 此外 他们亦都 这个群方慈善基金会的纪念册 亦都出了一个纪念册 是在1992年出版的 这个纪念册进行了二卖 用来筹务经费 这个经费是用于 做慈善的公益 此外 群方慈善基金会 就在2012年 就在2012年 就慷慨捐赠了香港中文大学 日夫书院 就用于推动粤剧表演艺术 并且设立了这个 方艳芬 艺术传承的计划 后来在2017年 方艳芬也邀请长者 华公的后代 就欣赏粤剧会演 来到河国 恭贺加拿大国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方艳芬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停一停,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方艳芬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